周五的市场是相当的平软,大部分时间维持在一个窄幅的整理过程,到了下午开盘的时候,市场的做多力量,无法维持盘面的横向整理过程,关键是资金普遍步入了观望的状态,买盘几乎接近了枯竭的状态,这个时候似乎只有下跌一条路,于是我们看到13点之后指数,出现了一波分试图上的放量下跌, 护士最低碳到了2555点,顺着趋势的惯性效应去思考,当时的盘面有它抵2500点的可能性,然而就在这个关键时刻,最近持续活跃的券商板块突然拔地而起,整个板块呈现一种快速放两圈弓的态势,之后指数也跟随走出了盘中的微轻反转,这让本来不太关注盘面的人们到围京卡, 市场究竟发生了什么,券商骨尾盘为何能够逆袭,带领指数走出困境呢? 这个问题的答案在周五一直是个谜,直到今天中午的时候,一条消息为市场指点了迷津, 12月1日在深圳举办的第14届国际期货大会上,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说,要做好股指期货恢复常态,化交易的各项准备, 可以说自从2015年股市出现大跌以来,股指期货被严格限制了三年时间,当时给出这样的措施,是觉得有股指期货的存在, 放大了市场的做空效应,现在过去了几年,尽管这八线市场有市场的规律,在股指期货被囚禁的这三年里, A股市场该跌的时候照样下跌,一点也不含糊,这说明市场的波动跟股指期货是否存在没有直接关系, 版本有股指期货的存在,能给市场带来很充沛的流动性, 过去的三年里A股市场要死不活,感觉跟流动性消失了一样, 这次如果放开股指期货的话,估计市场会重新回到活跃的状态, 这对A股市场一个潜在的利好,对券商股当然也是实实在在的利好了, 股指期货的交易活跃可以为券商带来代理用金手续费,直接提高收入, 试想一下市场活跃了,是不是可以激发交易的情绪,怎么说对券商都是利好? 这就是周围盘的时候,券商为何移动的原因? 那么,很多人一定会问,这种消息刺激下的走势有效吗? 从2018年最后一个月的走势看,市场的波动中期,会处于一个无方向的横向整理过程, 就是说向上和向下的区间都很小,指数处于盘局的概率相当高, 下周是12月份的第一个交易日,我认为指数短期很难有很大的突破, 大概率最高会到2600点,之后会处于从2600点到2500点的上下震荡过程, 个股的活跃性不会太高,市场也缺乏相应的赚钱效应, 这个情况下即便是有利好刺激,也是短期的冲动行为, 对实际的交易意义不是很大,因此,可以将周五盘中的微型反转, 看成是一个突发事件引发的上涨,在后续没有持续利好的前提下, 指数将依然维持盘局,操作中的仓位还是二成不变,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